A-Stock 制裁美股投資大賽 2023已經完滿結束 公開組競爭相當激烈 尤其大賽期間爆出黑天鵝事件 自勝之道 或者就要看看如何應對市場變化 立即看看三甲得獎者如何說 我身邊有美股比賽的冠軍 網名就是ABC 黃先生 Hello 黃先生 你好 我想大家最有興趣的是 你這次比賽究竟用了甚麼策略 因為始終是第一名 如果你說策略 其實我初期應該跟很多參賽者的策略差不多 都是選一些升幅或波幅比較大的股票 例如SQQ、TQQ、QQ 都有很多人買的 但我想如果其他人有買或有買 如果要考贏其他人就有點難度 所以我最初打算博業績 買業績股 但最後都不成功 所以比賽中段我還是在虧錢 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在虧錢的情況下 我再發掘其他潛載升幅比較大的股票 最後選擇了一款追蹤市場 恐慌自屬的一款ET 亦都很好運 我覺得真的很幸運 買了之後一兩天 就爆出了一個黑天內事件 令到股票升了很多 我身邊就是美股投資比賽亞軍天堂哥 我看到你整個比賽用的策略是超高盤的價位股 我看到你超高盤的價位股 我看到你超高盤的價位股 這是不是其中一個策略來的 是 都是看著彭榜的 落後緊又 因為時間有限 你開了三十個禮拜的比賽 都一定是不停靠高盤的價位去 去賺取那個利潤 就變了 因為其中一隻股票就是波幅比較大 主要就是交易那隻股票 就不停地日內炒波幅下去 因為始終有一些股份證 那個波幅比較大 一定是比指數大 雖然指數有槓桿 但是那個上路比較細 就比較難日內炒波幅 所以變了一篇是炒波幅 政府估計會多一點 Hello 各位 我身邊就是美股投資比賽的 貴君Yip Soon 馮先生 Hello 馮先生 Hello 大家好 我想大家都很有興趣知道 為什麼你這次比賽這麼厲害 我都第三名 不如就詳細談談 我自己玩這次比賽 其實是遲了起步的 因為之後我是從Facebook 看到才會再參加 很幸運 初一個星期 波幅不是很大 後來我玩的時候 其實跟第一個星期應該差不多 我玩的時候 剛好遇到SVB事件 銀行有些金融危機 然後令到市場有些恐慌 所以做了一些反向的決定 所以剛好可以晉身到第三名 有些幸運